很高兴在这儿和大家一起 在这个时候 虽然是困难的时候 但是 神是知道这一切的 神是陪着我们的 祂一定会和我们一起 祂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经历到神很大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信息 是讲到一个很与现在有关系的信息 就是分辨和抗衡魔鬼在疫情和末世的作为 我留意到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很多东西影响基督徒的生命 我稍后也会说的 以及影响这个世代的人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耶稣快要回来 并且这个魔鬼的力量越来越大 因为圣经讲到 这个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这件事是魔鬼使用来影响人的 求主帮助我们 首先我讲一讲 就是末日的先兆正在应验中 现在在应验中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 你该知道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尊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绑独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热 无亲情不解怨 好说 残言不能自弱 圣情空暴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宴乐不爱神 我们看到 这里圣经讲到 在末后危险的日子 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事 我们发现 现在的人很多都是 尊顾自己 只是想着自己 忘恩负义 违背父母 是无亲情 即是跟亲人 可能不懂得感谢 反而还会常常控诉他们 攻击他们 不解怨 即是怨恨不会化解 不能自弱 控制不了自己 圣情空暴任意妄为 不爱神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一直在应验着 然后我就看到启示录 第六章 讲到七印的 开始的三个印 我不是说 现在是应验着 即是现在未曾应验 不过 是我们可能会进入这个状态 我在这里读一读 启示六章二节 我写了中文一二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 拿着弓并有冠冕 持及他 他便出来 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有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并 吸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伤杀 又有一把大刀持及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物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声墨子 一钱银子买三声大墨 柔和酒不可租塔 这里是讲到七印 在末后的日子所应验的七印 其中的开头三个印 第一个印就没有讲清楚是什么 只是讲到白马 是拿着弓 有冠冕刺及他 有两种看法对于这个白马是什么 一个看法是基督 第二个看法是敌基督 为什么会禁敌对的 因为他没有讲到这个白马是谁 骑在白马上是谁 但是多数都认为这个是敌基督 原因是什么 在第一节我没有打出来 就是说到天使叫他你来 如果是基督 没有理由是天使吩咐他来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基督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时候 会有说话说他是神的道 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从他口中出利剑 都是有这些的显示他是耶稣 不过这里就说他只是拿着弓 这个似乎就不是 耶稣的剑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 这个弓就不是耶稣用的武器 所以这个应该就在敌基督 如果这个是敌基督的话 就是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个七印的开始 这些我们一直看着历史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直留心 第二印的时候就有一个红马 这个红马就在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被刺伤 有一把大刀刺给他 我们都看到现在很多战争 不过是不是这个第二印呢 这个讲到就是说 从地上奪去太平 就是说没有了太平 我们虽然现在很多战争 和很多恐怖活动 但是未曾说全世界都没有了太平 所以到有一天 当真的看到这个世界 是没有了太平 四围都是打仗的时候 这个第二印是应验了的 然后第三印就说到黑马了 就是说到有个天平 然后一钱银子买一星墨子 这个一钱银子是当日 他们一日工作所得到的钱 其实不是银子来的 不是银子 是一个很小的单位 Denari 一个很小的单位 买一星墨子 其实按照当时来说 平时应该一钱银子买 可能七八星墨子 就是说到时是会很贵 食物很贵 还有柔和酒不可租摊 食物贵 另外就是经济的困难 而我们在今时今日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困难 为什么我会联想到第三印呢 虽然我们第一 第二印还没见到它真的应验 但是第三印 似乎就有点 就是有点提醒 我说的是提醒 我们看回那个数目 其实这个是5月7号的数字 其实今天已经不止了 今天是有超过400万 好像408万的数目 确认新冠肺炎 那个问题就是 虽然新闻就说 欧洲有些地方放慢了 不过全世界依然是没有放慢 那为什么会没有放慢呢 因为有很多国家 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控制 还有也都是 就是他们那些人是不愿意 很多人不合作 以至在很多国家 要么是不懂得 要么是不愿意 这样的时候 疫情在很多国家 是扩散得很紧要的 所以整体数字 当我看每一天增加多少的时候 是差不多的 曾经低的时候又租回 并没有大跌的 以这样的速度下去 真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困难 我们看到普世经济是跌 其实可以想象的 另外大家看到这个图 就说到很多餐饮结业 我们感谢主要 香港是真的很好 香港很多天都没有本地的确诊 这个是很大的因典 刚刚的酒楼又开了多一点 但是有很多国家 不是像我们这样 很多国家依然是 一天有几千个 有二万的确诊 就是很厉害的确诊数目 所以其实香港是因典的 但是全世界未曾恢复的时候 下面大家看到 那些飞机场 做了停车和停飞机场 那些飞机都停在那里 他们是叫苦连天 因为他们很少搬机 这样的时候 全世界的经济也都很受影响 有很多行业 说不出那么多的行业 是受影响的 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疫情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 对于全世界是很大的影响 对于民心很大的影响 现在这个影响比较金融海啸 和沙士的时候更加厉害 也很长期影响人 接着我们就讲 现在人心和世界的问题 其中一件事 我在香港也有说到 就是说年轻人 就算他多聪明都好 可能无用无知地 因为经济竞争很厉害 很难找到工作 也都那些工作是 真是很难足够他在香港 找到一个地方 是适合他住的地方 很多时候要靠父母 住的地方 才能够供应到他需要的地方 所以就真的很大 很难发挥 很多限制 也都可能有很多压抑感 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报告 就是前几年 就讲到有很多罪案 很多家庭问题 糾纷 很多自杀 这些都是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很多人 他们在这些各样的问题里面 整个社会一直在不法的隐意之中 也有很多个人和社会的愤怒 在香港和全世界都有 我想讲讲 基督徒是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每一个基督徒人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但是政见里面没有说到 这个世界不要于是我们就愤怒 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分开 政见一定有不同 一定有很多不开心 这个世界不像我想那样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想 因为这个世界有罪 有罪就一定不是我们想的情况 不过问题是否不是我所想 那我就愤怒呢 我就发生气呢 其实是没什么作用的 其实我发觉双方面 就是在政治立场香港 两方面都愤怒 大家都有他愤怒的原因 也有很多基督徒受影响 我也听到有些教会有很多基督徒 他不回教会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政见不同 其实我们教会是亲近神 我们尝试用耶稣的爱去改变社会 但是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政治的 推动政治的地方 而是一个将耶稣基督带到人那里 将神的恩典带到人那里 将神的爱带到这个地方 我们基督徒可以影响香港的社会 但是我们教会是与政治是应该分开的 所以我们就算怎么样的情况都好 都不要让愤怒影响 这个是影响很多人的 其实我两方面的人 我都会体会他的看法 我两方面都觉得他有他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来说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不是用愤怒 有些地方愤怒很厉害的 就是开枪杀人 打人 暴动 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很多的愤怒 还有很多人有情绪问题 香港就是有人说 一成的港人有情绪问题 在学校也是 有很多一成的人 都有各样的情绪 或者是学习的障碍 要靠吃情绪的药 这些人都是在一种很不开心的状况之下 也有很多人在边缘 很多人在一个愤怒里面 在一个边缘里面 也都在这个时代 虽然有很多的沟通的工具 但是人更加疏离 和更加孤单 很多人在沉迷 这个社会现在的情况真的很严重 这里在菲律宾有个妈妈 你看到一个儿子坐在那里打机 妈妈走到机舖那里 她就找碟饭 她用一手就喂她 而那个喂她的时候 她的儿子一直的眼 是没有离开那个游戏机的 真的在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失控 很多人真的失控 她完全被这些影响了 两代的沟通有很多问题 而且游戏机制造商为了赚钱 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吸引那些人继续去玩 就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这里另一个 有一个六岁的小孩 每天打机九小时 直到她的面部竞联 即是打机的吸引力很大 令到人很难和下一代接触 即是父母和教会 都很难和青少年接触 这个也是一个人 23岁打机打到死 他眼前和享受就是一切 这个也是很多人 他眼前看到的东西 而且我享受是最重要的 就不懂得珍惜自己和珍惜人 这个也是另一个人17岁 也在暴斃在电脑之前 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以至他的生命颠倒 其实我看到几张章 我想说的主要就是形容出 显示出有什么问题的存在 也有很多不同的新款 这个叫VTuber VTuber是什么呢 是有APP可以做的 但也都可以买 总之有很多工具可以做 譬如这个公仔 这个人 他用手机做着自己 他说话那个公仔会移动的 他可以把公仔 转养 转肥瘦 转他怎样的身材 是可以改变的 有些人 他就用这个方法 在WhatsApp 在不同的方法沟通 他们就觉得很兴奋 就是投入在这些事上 这里这个也是VTuber 这个VTuber 大家看到一个电视仔 电视仔那里就有个公仔 那个女孩 她的身子全部接电线 当她在跳舞的时候 那个公仔就会跟着她跳舞 这个是VTuber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说 他会完全跟着她的动作 很多人就很兴奋 真的日以计夜去做这些 游戏机 VTuber VTuber 可以男扮女的 也可以转声的 所以变了有些人 他可以扮女仔 去跟某个女仔沟通 那个女仔一直以为她是个女朋友 谁不知果然是男仔 一直被他影响控制 也有很多人在网上沉迷色情 被影响 因为网上太容易了 而且也很容易去结交 异性和同性的人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有 男找女 女找女 女找男 什么都有的 你想找什么人 大把有 这个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就是同性恋 我有听到有些父母说 我的家人 我的子女 现在变成了同性恋 真的很难搞 这个真的是这个时代 很多各样的人的问题 也有很多异端 很多异端 尝试去将人去劳略 去控制人 就是圣经所说的 这个其中就是全能神教会 就是东方闪电 也有些是奇形怪状的异端 有些又否认保罗的书信 是说他不是神的启示 有各样的方法 是令到人去离开神的 有些人就说 只是有恩典 恩典的福音 只是恩典的 没有讲律法 没有讲我们应该遵从神的 这个世界的恐怖活动 也都增加 一路增加 这个是次数 然后下面那里 就是死亡人数 下面这个图就是死亡的人数 大家看到这个图 是一个死亡的人数 贴上人家后书二章七节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难阻的 等到那难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住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这要讲到就是在世界每日之前 就有一个大罪人 显露出来 这个不法的人 这个就是敌基督 在他之前有什么事呢 就是不法的隐意 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有不法的隐意 就是很多的罪 很多的愤怒 很多的人失控 人是没有目的 不知道人生做什么 很多方法尽量用任何方法去赚钱 这些都是或者是反毒 就是用毒品 其实冰毒是很危险的 我们上网看过 那些吸冰毒的人 整个人变得 那些牙都掉了 那面好像一个很严重的 整个面变得 由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变得好像乞衣 那些没有食物的乞衣 是真的很惨 这种不法的隐意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在进行着 而最后这个难阻的 我觉得这个难阻就是神的工作 神难阻 这个难阻除去 这个不法的人就显露 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被人敬拜 超过一切 所有被人敬拜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是世界梅日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准备好了 敌基督出现的时间 他有权的时候 应该是有三年半的时间 由主耶稣亲自降临 将他废掉的 好了 那敌基督可以使用的科技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有了 准备了 第一就是5G 5G 5G的确实对科技是很大的帮助 但是现在4G 已经说对人的身体有不同的影响 5G的影响更加深 在这个数字大家看到 它的4G的速度 每秒钟由7亿秒震到24亿次震动 但是5G的震动是去到600亿 是几十倍那么多 而每2加到10加就会有一个发射台 将来可能有些加据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买5G的计划 你可以买的那些加据 是可以有5G的功能 譬如电视和开门 门锁和洗衣机 各样的机器全部用5G的联络 在家里面是5G控制 就是说 好处是什么呢 我坐在那里 我可以一按 电视就开电视了 那个冰箱又会做什么 那个炉开始煮饭了 就是可以完全用遥控来控制 那其实真的有多大帮助有多重要呢 那是 是不是必须的呢 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有进步 但是如果家装了5G的时候 影响也很大 而当社会是有5G的网络的时候 也都是人会受影响的 是可以不同的问题 致癌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 其实科技并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 所以我自己就鼓励人在家里 不要装5G的器具 还有呢 晶片已经很多国家 有些国家是有几千人 装了这些微型的晶片在手上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它开门 开车 信用卡 信用卡 身份证 护照 以及银行的资料 都可以全部放在它里面 一个目的就是方便 第二个目的是制造超人 就是说它可以控制到不同的东西 以及可以将一些能力 超能力放在它里面 也都将知识放在它里面 这个就是现在 一些人想制造的一种 就是这种晶片 但是这个是可以给魔鬼使用 将来 就是吉他要求人在手上 摆得到手上的印记 这个摆得到手上的印记 这个印记很可能就用这个晶片 这样的时候 就要买卖 现在有些人都买卖 很多时候不用现金 是用手机 用了不同的情细 这些到将来的仇变成了基督控制 就是说任何人要买卖 你一定要拜仇 而圣经说到拜仇的人 是不在身边拆尝的 是不得到永生的 另外就有个RFID 就是这个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我们的香港新的身份证 和新的护照 和全世界很多的新的护照 都是有这个识别系统 可以有一个距离 一个距离已经可以识别你是谁 这个识别系统还有一个人面辨识 人面辨识是可以将你身体上的轮角 包括身体活动的方式 走路的方式 身体动作的方式 全部都用电脑记录了 这样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 在街上的时候 可以将你知道是谁 这里大家看到这几个人 他头上就有一个图 图就会显示他叫什么名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人 譬如当政府反对基督教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人是基督徒 这个是传道人 这个是宣教士 他一去到哪里 立即已经受警察的留意了 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敌基督可以使用来控制人的 还有那些武器现在真的日生月异 为什么人会去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只是想着如何制造更多武器去打仗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有些蜜蜂 但是跟蜜蜂的大小差不多 大小小的就是一些很微型的这些自动无人机 而这些无人机是可以放炸弹的 可以炸死人的 亦都可以偵察 他可以捐入一些屋里面 去偵察里面有些什么 敌人有些什么 可以去到敌方 去知道他里面的一些资讯 这里是一些很高效和自动的武器 在左边就有个人坐在那里 已经发射了一种 那些飞弹是自己的导弹 这些右下角的图 就看到可以发出很多很多不同的 很多的导弹同时发出来 还有战斗机械人 战斗机械人因为他没有惧怕 他完全受控制 也都不用 只是用机器 你买了之后 你就是用需要的能量 就不需要给人工 某程度是更加便宜的 还有更加有效的 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机械人 是可以打仗 还有右下角就有一个小型的 右下角就有很多小型的 这些也都是可以有炸弹 有开枪 左下角也都是有一个小型的 这些遥控的机械人 就是可以有炸弹或者开枪的 而核子武器也是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有些国家都有 而当有一个国家要用的时候 全世界都一定受害 而有另一种 不是去到核弹 就是叫做装弹 安装弹 Dirty bomb Dirty bomb是什么呢 它不用弄到很大的 只是将一些放射性的质地放在里面 然后用普通的炸弹把它炸开 当它炸开的时候 整个地区所有的人 会全部感染了这些放射性的质素 在里面 就会有可能立刻死 或者会有癌症 各样的问题 而有些人已经说 他说医院里面有些材料 是可以做这个Dirty bomb 是应该要禁制的 因为被恐怖分子拿了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很多东西是准备好 随时迪基督出现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 基督徒怎样忍耐到底 和为主作见证 很多基督徒就打算 灾难来 我就一声被看了 我就突然失踪 我就没有眼看了 心态就没有眼看 不用看了 如果真的这样是好的 我也说是好的 如果神的计划是这样的时候 他一定有方法 但是如果不是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话 令到很多基督徒没有准备好 在这里 其实我研究很多 我这段时间也想准备写另一本书 就是讲到这个末世和末世的欺骗 其中一个很大的欺骗 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接受 就是灾前被提 虽然我之前说过 但是这里我只用几分钟了 因为我将它再简化 和找出一些重要的资料 几分钟可以解释给人听 为什么圣经说 被提是耶稣回来 并不是灾前被提 是耶稣回来已经大灾难之后 在哥伦多前书15章52到54节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 它说 在毫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死人要复活 变成不那坏 然后我们也要改变 这个我们是谁呢 保罗包括自己在路上 我们 包括我 我都要改变 然后跟着改变成什么呢 变成不死 变成不那坏 然后跟着经文说什么呢 这样的时候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又被得性吞灭 即是再没有死亡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两个名词很重要 我们查经 我希望大家留心看圣经 我们 第一是我们 保罗有份 保罗要等到那时候才会改变形象 后来说到被提 还有在那时候才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是什么时候呢 我感谢神 神死了一个人 他问我的问题 接着我就想起这件事 接着圣经说 因为死被得性吞灭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不会再死 基督徒不会再死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大灾难基督徒会被杀的 所以基督徒不会被杀 即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这里讲到复活 和改变形象 是大灾难之后发生的 这个第一个经文 第二个经文 贴上了现在前书 四章十六节 这里讲到主亲自从天降临 接着有神的号吹响 这个号和借先的号是一样的 原文就是sell pig 就是英文译做trumpet 有神的号吹响 然后基督里面死的人就会复活 然后又有个我们 然后保罗就说 我们会活着的人 存留的人 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 好了 那这里讲什么呢 就讲到他被提了 又与主相遇 他就与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就是说 有耶稣从天降临 有神的号吹响又复活 然后保罗都会复活和被提了 好了 那这两个经文合起来 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应验的时候 保罗就会改变 保罗又会复活会改变 然后贴上了现在前书四章十六节 他又会复活和被提了 被提一定改变 因为在弗洛比书三章二十字那里讲到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形象 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如果我们被提 与耶稣一起 一定是改变形象 所以这两个经文说的一语一语一样 就是复活和改变形象 复活和改变形象 保罗不会复活两次 不会说 那麽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 他又复活一次 贴上来的前书又复活一次 不会是一次复活 一次改变形象 那即是说 这两个经文是同一个时间发应验的 是同一个事件 即是说 贴上来加前书那里 是最后的号童 亦都是大灾难之后 很简单而已 我三四分钟已经显示出 被提是大灾难之后 我再很简单地说 那麽多前书十五章里说到 就是在末尘号童的时候 保罗会改变 变成不恼坏的 死就被吞灭 死被吞灭 即是已经过了大灾难 因为大灾难 基督徒会被杀的 所以是大灾难之后 他那时就会复活和改变 然后贴上来 前书应验的时候 耶稣从天降临 神的号吹响 他又会复活和又会被提 他被提一定是改变 因为和耶稣一起 保罗不会复活两次 不会改变两次 他只会复活一次 改变一次 所以这两个经文是同一时候发生 所以这两个经文说的 全部是同一时候发生的 所以贴上前书四章所说的 号童就是末次号童 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大灾难之后 并不是大灾难之前 有很多人用很多经文 去支持大灾难 在被提大灾难之前 但是他们不是用这些直接的经文 他用间接的经文 而那些经文是没有提到被提的 所以从经文我们看得到 是保罗被提和我们被提 都是在大灾难之后 耶稣回来 被提是基督徒 神将基督徒提到他那里的方法 接着就是加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我简单地说 马太二十四章又是说到有号童 三道号童 而且这个号童就是世界末期 因为讲到审判了 那些不信的人要被审判了 就是万族都要哀哭 全世的人都要哭了 全世的人哭 就是他们要受审判了 还有恶仆 善仆 善仆得上智 恶仆就要被惩罚 接着马太二五章也是继续下来的 马太二五章就讲到 十个童女 耶稣回来了 然后有三个仆人 五千 二千 一千两银子 和绵羊山羊都是讲到审判的经文 就是说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讲到审判的时候 而那里讲的号童是审判 就是说耶稣回来了 这个世界完结了 完结的时候 自然 这是最后的号童 因为没有时间再有下一个号童 已经再没有时间再有另一个号童 所以这个号童也是末次的号童 而这次末次的号童 就是不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的 所以这三个经文串联 很清楚告诉我 我们被提并不是一个逃难的方法 并不是灾前被提耶稣回来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需要预备好在将来的大灾难的时候 作美好的见证 来影响这个世代 这是我们很重要做的事 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影响这个世界 好了 在这段时间 神做了什么 我们读一些经文去鼓励大家 启示六十一章二节 这里讲到外邦人要踐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入无衣全道1260日 1260日就是刚刚三年半的时候 当敌基督有三年半 同样有两个见证人 有三年半的时间作见证 而这两个见证人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呢 就是当有人去攻击他的时候 他能够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人 就是说他会有很大的能力 而那些人信耶稣的 他就说哇 神很厉害 虽然在大灾难 神很厉害 神做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听耶稣说 我们有信心 我们不要怕神和我们一起 神会加力量给我们 另外在启示证十四章六到九节 有说到三个天使 一个天使是飞在空中 去传永远的福音 传给住在世上的人 传给哪些人呢 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哇 很厉害 如果我形容 好像飞机一样 飞到全世界 到处都飞 飞到到处都告诉人 永远的福音 这个也是当时 神会做的事 我们就不要说 他传了就行了 我不用传了 我们基督徒一样要传的 这个天使是神用的方法 接着有第二个天使 第三个天使 他们两个是警告 第二个天使就说到 巴比伦要毁灭 第三个天使 接着就说 就是所有拜受 和受受印记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所以是警告 这三个天使 和这两个见证人 不断的见证 是告诉我们 到时神真的和我们一起 祂会作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知道 神是活着的 虽然如此 但是基督徒会是怎样呢 在这个图大家看到 下面最多是什么 只想逃难 很容易跌倒 有些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你要储水 储食物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储食物储水 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你能处多久 你能处不处一个月的水 在你的家 是不可以的 你处的食物 可以处多久呢 我们不能处得太多 这个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是短暂的 最重要是倚靠神 如果神是照顾我们 祂会帮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亲近神得力 而不是逃难 然后上一层 就是有些基督徒 稳定信主 和少果子的 就是他们信主 但是他的果子是少的 再上一层 就是有人想救人 但是他的力量是不够的 然后再上一层 就是为主作见证 然后再上一层 就是受训练 结果指更多的人 最上一层 就是圣灵充满他不怕受苦 和一策略性的侍奉 这些人是神很喜悦的 我希望有更多人兴起 而不是快点逃难 快点避体 我听过一个牧师说 他说你可以各个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你信灾后被提 我信灾前被提 到时我被提先 你迟些 这个是很搞笑的 不会因为我们信什么 就那个时间被提 被提的时间神定了 就是那个时间 你信什么都好 你都是在神定的时间被提 而我们看经文 很清楚在灾难之后 耶稣回来的时候 所以有些人以为 他可以灾前被提 是没有这件事发生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预备 基督徒站得稳 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不受愤怒影响 不受这些游戏机 这些各样的影响 而是站得稳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这些人是神会喜欢的 神会喜悦 神会保守 神会加恩给我们 神会赐给我们需要的东西 以至我们能够继续存活 在这个世代更加影响人的 第一 我们一定是不可停止聚会 很快停止惯了的人 就算现在暂时来说 只是网上聚会 我们也不要停止 当一可以的时候 基督徒聚集 有教会的实体崇拜最好 就算没有的时候 有几个基督徒一起敬拜 赞美 祷告查经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 其实在灾难的时期 无论什么时期 疫情的时期 都不要停止聚会 然后另一件事 基督徒需要准备 就是有很多人跌倒 耶稣很清楚说 马太24章10节 那时哪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被之陷害 被之恨惚 很多人 耶稣都说很多人 很多人是不是几十个 不是几十个 是不是几百个 都不是几百个 是不是几千个 不是 是的,真的可能几十万,几百万,是很恐怖的 因为太多基督徒没有准备好,太多基督徒软弱 太多基督徒只是想拿东西 太多基督徒在情绪之中很不开心,很烦恼,只是注目自己 注目自己的基督徒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说很惨,我不开心,没有朋友,很多困难 他注目在那些困难,那些困难就越大 但如果当我们注目在神的时候,我们说不要紧要,受苦不要紧要 神一定会保守,会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得稳 有很多基督徒在中间写了,就是埋怨神 他会埋怨神,他会充满愤怒,他会细续化 就是很多的愤怒,政治的愤怒,各样的愤怒,家庭的愤怒 会埋怨神,细续化,追求细续的东西,被人影响,与离神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 下面的图,左边就是很多人跌倒,或者被陷害 还有披着羊皮的狼,是会出现的 而有些会是牧师的身份 我在网上见过,同性恋的牧师都有的 同性恋的宗派都有的,将来什么牧师都可以出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他是牧师 他都跌倒,那我就跌倒了 他跌倒是他的事 但我们希望帮到他,但我们千万不要跌倒 不要受他们的影响 接着就迫害了,马太24章9节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户 耶稣说了 有些基督徒以为我们可以逃脱 被提就逃脱就不用陷害 但耶稣说不是 我们都要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要杀害你们,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户 这个信息很多人不喜欢听 因为是受苦的信息 但在受苦的时候,反而基督徒会站得稳 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反而有力量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受逼迫 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更加强 更加依靠神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 他们在平安日子,反而基督教不是那么全 但在逼迫的时候,反而基督教传得更加厉害 那些基督徒更加有力 但我们预先想的时候,就会很害怕,很害怕就死了 但在困难的时候 那些真基督徒就会呼求神 在呼求神的时候,神会给额外的力量 但假的基督徒就会很快放弃 所以我们尽量帮助基督徒信仰稳固 不要只是口称耶稣为主 而是真心的信耶稣,信靠耶稣,跟从耶稣,遵从耶稣 我们不是遵从耶稣得救,我们信靠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必定会遵从神 所以我们有心理准备,是会有迫白 其实现在世界很多地方的教堂被烧 基督徒被杀 求主帮助我们 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也站得稳 而圣经讲到什么呢? 神有一切的权柄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节 《尊大能力荣耀,强性威严,都是你的》 就算是大灾难的时候,都是神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自高为万有之手 丰富专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自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专大强性都出于你 就是神可以叫人专大强性 就算是大灾难的时期 有些基督徒是会很有力量 是神令到他们有力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神要保守这个人 他一定可以保守 神要保守这个人 使用这个人 他一定能够保守 一定能够使用 但当人害怕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能够做得到 《以赛诗四十章三十节》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少年人都会困倦疲乏 强壮的也会全然跌倒 多强壮的也会死 但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必定有力量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需要力量 我们需要学习 讨告如何亲近神 整天宣告神的爱 和相信我一爱神 神就爱我 多谢天父 我一爱耶稣 耶稣一定反应 一定回应 一定祝福 学习这种的祷告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将来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站得稳 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的祈祷就是说 神快点帮我 我很惨 快点给我钱 快点 我需要什么 这样的时候 他反而没有力量 当他深信神是施恩 神是祝福的 神看着每一个 神一定会帮每一个 爱他的人 这样的时候 他越依靠神 反而神的帮助越大 但他越担心忧虑 反而他的困难越大 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所有的事交托给神 神一定会成全 依靠他一定会成全 下面我写了 神掌管一切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神喜悦依靠他的人 谁是依靠他 他喜欢的 神会成全 依靠他的人的生命 交托就是将主权交给神 将主权 神我要做什么 我求你带领我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听话 在这个时候 神是感动我 我写一本书 关于被提的时间 和圣经讲到末日的先兆 因为我觉得太多基督徒被蒙蔽 在网上有很多流传 经常都说快点被提 现在快点被提 那些基督徒就快点 心急快点 或者传流 你要储存多少食物 逃跑 就是传这些信息 我是很想能够传这些信息 是祝福人 帮助人走在神的路上 因为圣经吩咐了 我们要预备好 有人会迫害我们 会杀害我们 我们就站得稳 而神是会纪念这些人 神会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将主权交给神 而圣经这句说话很大的安慰 《路加福音》21章14节 他说你立定心意 你不用预先想定说什么 到你被迫白的时候 到时会像你口才智慧 是你的敌人挡不住 敌不住拨不倒的 神会给我们这个力量 如果神和我们在一起 他一定会有方法帮助我们 在马太10章19节那里说 你被交的时候 你不用想怎样说什么 和说什么的说话 到时候必斥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说的 那是你们父的灵在你里面说的 所以圣灵会到时教我们 但是有些基督徒 整天都会害怕 哎呀死了死了 我快要死了 他根本不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他只收到就是说 哎呀我快要死了 很惨很惨 这些基督徒是不能说出 神要去说的话 但是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 神就可以透过我们来说话 带给我们什么结论呢 中间那一行就说 神会陪伴受迫伯的基督徒 神是掌管所有的形势 末世的基督徒更加会经历神的帮助 神是会厚厚的赏赐那些忠心的人 他会听到神的声音的 还有在末期会有更多疑能神迹 在那麽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开始那里说到 保罗讲的这段经文 他没有说快会停止 是一直都有的 有圣灵会赐给人有信心 医病的恩至行义能 作先知辨别诸灵 还有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给更大的事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 我们在圣经看到什么呢 可以聆听到神的声音 可以有五饼二鱼 可以 所以神是叫我们能够用很少的食物 喂饱很多人 还有天使可以够够出监 我们被人捉了的时候 如果神要我们出去 可以在那些敌人面前 他看着我们 但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就出去 还有也可以按手祈祷 叫人得着医治帮助 或者行在水面上逃跑 离开那些敌人 或者是移山 耶稣说我们可以移山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 我们可以行的神迹异能 但我们不是说 一定会行哪些神迹 我们就说 神啊 你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你就做 神就会做祂想做的神迹 还有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发生呢 在耶稣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海啸 但耶稣已经说 因为海中波浪的响声 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 说到第二行 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方方不定 很多人就方方不定 那些人又吓得云不附体 但我们怎样呢 28节说 一有这一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 希望我们挺身昂首 更加这个时候 更加站得稳 我更加在这个时候 我要更多 去将神的教导传开 祝福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 这个就是神托付我们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神啊我愿意给神使用 还有在Case里说到灾难来的时候 你不要想着逃走 是什么呢 但已经胜过他 不是靠逃走 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都不爱惜生命 因为神就会珍惜 神会珍惜的时候 神就会保守 神就会加力量给我们 在这个世界 很多地方都受逼迫 九个基督徒 有一个是受逼迫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惧怕 而是作美好的见证 当大家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的反应是 死了死了死了 就来了就来了 因为说 这个是一个时候 我们就会让世人知道耶稣有多好 其实我们随时都应该这样做 不只是等到将来 是随时都是准备好 给神使用去祝福人 我希望基督徒听到这个讯息 我们知道 这个真的是一个末期 真是一个末后的日子 耶稣快要回来的日子 耶稣快要回来的日子 在一个灾难的时候 我们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站得稳 以靠神的得力 并作美好的见证 去祝福周围的人 用各样的方法 我们祈祷 神了 我怎样帮这个人呢 神就会带领我们 很多时候我 见到人的时候 我会为他祈祷 心里面就有一种迫切感 就求神赐给我智慧 怎样跟他说 何时说 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可以送些什么给他 我现在写的一本 《兴奋得性的书》 都可以用来兼顾基督徒 甚至非基督徒 都可以告诉他 这本书 会帮你如何 亲近耶稣得力 大家都可以用这本书 是可以帮助人的 在基督书楼有卖 我看到 天道书楼有卖 你也可以接触我 这本书可以帮助大家 和神有密切关系 享受神 并且处理生命的问题 并且被神使用发挥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复兴我们 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 求主斥复兴的火 燃烧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 真的从神而来的心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因为你陪我们一切 最困难的时候 你都陪我们一切 你会欣赏那些 听你话的人 多谢耶稣 尽11just yet 祝主则伝兴我们祈福 求主则芸明 可燃 严绍教会 能当无控力量 在益的 Projekt 地 concerned 能're in these times 但我从点外来的心 盼主赐下福兴之火 求主赐福兴之火 求主赐胜利火焰 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 在着黑暗世代 能着利光辉容皆冷漠 从点外来的心 盼主赐下福兴之火 求主赐福兴之火 求主赐胜利火焰 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 在着黑暗世代 能着利光辉容皆冷漠 从点外来的心 盼主赐下福兴之火 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 在着黑暗世代 能着利光辉容皆冷漠 从点外来的心 盼主赐下福兴之火 盼主赐下福兴之火 主要求祢赐给我们福兴的火 求祢燃烧我们的心 求祢叫我们的心里火热 为祢的道大发热心 叫我们不要只想自己 oh yes so, yes so, oh yes so, oh, yes so 更伤我们 多谢天父 主耶稣求祢连吻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生命是极度的宝贵 求祢叫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 一粒墨纸 没有落在地里死了 认够一粒 但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很多纸粒来 当我们结出很多纸粒的时候 神必定喜悦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是有很多丰盛的恩典 等着我们 但有很多基督徒很贫穷 赤身露体眼痕 不冷不热 他们以为得到很多 其实是什么都得不到 主耶稣求祢帮我们 心里火热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就是我们挺身昂首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快要回来 我们就准备好自己 靠耶稣站得稳 靠耶稣得力 为耶稣作美好的见证 耶稣我们需要祢 求祢赐我们复兴的火 求祢燃烧我们的心 燃烧我们的心 能得无耳朵能得无耳朵 在这黑暗世代 能作利光辉 容解冷漠 从点爱你的心 攀主自下福兴之火 祢燃烧我们的心 攀主自下福兴之火 攀主自下福兴之火 我希望大家不要说我没什么用的 我做不到事的 能力不在我们那里 能力在神那里 当我们愿意给神使用的时候 在神是凡事都能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愿意 生命献给祢 求祢燃烧这个世代 叫祢的儿女暂立得稳 叫祢的儿女 相信祢陪着我们一切 祢会向我们说话 祢会带领我们 祢会陪伴我们 祢会珍惜我们 尤其那些爱祢的人 神更加去珍惜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世代 为主发出光辉 在我们周围的 首先我们兼顾周围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兼顾 他们的信心 和神的关系 帮助他们享受神 我们首先自己享受神 我们就能够帮助人 都享受神 我们都帮助人 清理他里面的垃圾 帮助人能够 兴起给神使用 然后我们就同心合议 一起传扬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使用我们 不要做一些惧怕的基督徒 不要做一些逃兵 而是做一些被神使用 为主发出光辉的 神使用的基督征兵 多谢天父 我们凡事都能 任何一个靠着耶稣的人 都可以 任何一个亲近主的人 都可以 求主加我们力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神一定可以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神一定使用我们 求主给我们火热的灵 我们愿意 神 我们愿意 因为行的计划最好 因为神才是掌管一切 神才是掌管一切 末后的灾难 就是要将人分开出来 哪些是真信耶稣的 哪些是假的 神是会将这些人分出来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坚定 靠主坚定 暂留得稳 为主作庙见证 每日一见证 我们见到什么人 我们都可以 告诉他 耶稣多好 我经历到神 多大的作为 也都在这个 灾害情的时候 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如何得力 我们就成为 别人的见证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永远要重赞归给你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 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也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请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坚固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为主 结出果子来 荣耀主的圣明 哈利路亚 主祝福大家 荣耀重赞归给主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